在此要提醒三位新老板 一傳媒員工及社會大眾對你們有不少疑慮 請你們仔細思考 該如何獲得員工與讀者對你們的信任 175億你可以買到一傳媒這塊招牌提出簽名員工 但你們買不走我們的靈魂 如果新資方在今天簽約之後避而不見 或者是對我們提出來的團體協約 編輯室公約 新聞自主公約 或者是勞工提出來的訴求 跟過去一樣不聞不問 我們將會有進一步的行動 我們四大公會在這裡嚴正的呼籲這三個資方 不要輕易把你們的黑手伸入我們四大公會 四個媒體的編輯台 將來如果六青又再失火了 將來如果中國大陸有負面的新聞 將來如果不重要的案子又有新發展 你們登還是不登 你們做還是不做 做大還是做小 請你們告訴我們四大公會 四大公會要求資方必須在交易之後 明文的保障員工全數留任 不得減薪也不得變更任何的福利 那這項的要求必須是明文白紙黑字的 由新資方跟所有兩千多名 壹傳媒的員工簽下重新簽訂勞動契約 未來一定是沒有辦法再接受任何裁員的動作 也更不可能接受有任何減薪 或者是調整工作職務的這樣的形式 我們希望這些東西 我再次強調要寫在這份合約裡面 整個交易的過程不透明 按盤交易 兩千多名壹傳媒台灣的員工 為黎智英打拼了這麼多年 一起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 最後卻賣給了 有多次干預言論自由前科的新資方 在行政院從昨天到今天 都有一群學生在為壹傳媒發聲 而院長陳聰講了一句話 尊重言論自由 但是到現在為止 我們看看這個交易案的過程當中 政府有做出任何所謂尊重言論自由 這件事情嗎 各位想一想 為什麼今天會有這麼多人在前面 大家就是擔心言論自由 會因為這一樁的交易案而變調 如果今天我們的言論自由 因此而腐敗的話 因此而墮落的話 這一次交易要負絕大多數的責任 黎智英應該要為這個交易 不透明的欺瞞行為 向全體壹傳媒員工做道歉 壹傳媒 加油 壹傳媒 加油 壹傳媒 加油 黎智英 道歉 黎智英 道歉 黎智英 道歉 抉耀 Yoon 駿 駿 領 駿 駿 甲 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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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